晚間10點多民眾直擊街頭大戰 兩名汽車駕駛互相拉扯 接著其中一方直接把人甩到車身上 拳頭猛網肚子攻擊 另一方也不甘示弱出手出腳反擊 整個大麻路變成專屬格鬥場 沒想到雙方發現完後 各自回到車上 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開車離去 這起互毆事件 發生在台北市的羅斯福路五段上面 事後兩名打架車主都沒報案 而會打起來的原因是因為 從晚上10點到早上6點 正在進行刨鋪路面工程 而吊撥車道道路縮減三線變兩線 兩邊駕駛差點撞上才會大打出手 到那個縮減車道處 有擠要到對方 而引起了行車糾紛 那目前本分局正積極通知 雙方盜案說明以釐清案情 警方正在約談兩名當事人盜案 畢竟他們在打的時候 也嚴重影響交通要吃下罰單 記者黃天鵝城路群台北報導 嘉賤